哈喽,大家早上好啊,我是小康 现在是泰国时间,早上九点半 那我已经check out我的清理啦 那接下来的计划呢,是想要去 对丹伦附近逛逛 也就是泰国的最高峰啦 那我昨天算了一算我的剩下的 呃,礼费啦,结果还 还有7685泰铢 真的蛮惊讶的啊 我都豪华之旅那么多天了,竟然还剩下那么多钱 那我就 啊,一再对丹伦那边应该会 花一个6000块左右吧 然后剩下的钱就 当作是回程的经费了 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 关于这个雷卡东 的节日的一些资讯啦 那首先呢,这个节日呢 他每年的日期呢,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是跟着这个 努力的日历走的 啊,都会在 啊,月圆的时候举办啦 通常是会举办两天 那,啊,这个节日 热闹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青麦的古城 然后,啊,一路到这个 Pink River 就是,在他们的老市场区附近 那,这两天呢,他们就在这个 Pink River这边,就会放水灯啦 然后,还有很多的 啊,小市当口 啊,还有很多的节目 那,啊,至于天灯呢 其实是,啊,他们呢 泰国政府是禁止 民众在公共场所放天灯的 但是,这两天呢,你们还是可以看到 啊,在这些公共场所 还是有一些人会放天灯啦 尤其是那些外国游客 至于大型放天灯的场所呢 要到这些现场呢,是需要买票的 那,这些票价呢 介于,啊,一百多元美金以上 啊,看你是要买普通的票价 还是VIP的票价啦 然后,这些场所呢 它其实是有几个地方啦 都是在青麦附近的 那,我昨天是去了一个最靠近青麦的 啊,距离青麦市中心 大概是十五公里的这个场所 但是,我是没有进去啦 我就在他的parking road那边 就在他的场所旁边而已 然后,我在那边等了两个小时 我在外面是感觉不到有什么气氛啦 我就感觉很普通啦 所以,我感觉那个票价是没有那么值啦 然后,至于天灯呢 呃,放天灯的时候 那些千盏天灯的时候呢 可能在现场看是会非常震撼啦 但是,我在旁边看的时候呢 就少了很多那个感觉啦 就没有什么震撼感啦 现在是泰国时间早上十一点半 那我目前呢 已经一共骑了四十公里啦 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前往对丹隆的一条小路啦 那这边,前面那座山呢 应该是对丹隆啦 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他的顶啦 这边,蛮多个山顶的 哦,也可能是这个 这比较高 最高那个应该就是对丹隆啦 然后,今天呢 呃,是不会骑到山顶啦 啊,晚上可能会在山上或者是半山找一个地方扎营过夜吧 那明天如果有能力的话 啊,再继续攻顶啦 途中呢,经过了一个果园 啊,感觉这边的风景蛮不错的 所以就停下来 走进来这里拍一拍啦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个菜园来的 这些呢,是中冲的啦 这边有一个亭子 把灰姑娘停在亭子里面啦 等一下会在这边休息一下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这个 呃,不晓得叫什么啦 也是,叫人造瀑布嘛 你看,蛮漂亮的叻 还可以走出来这边看风景 就是它的一些山景啦 好,刚刚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这个,是一个山头啦 那边应该全部都是人家的园来的 现在是泰国时间,中午十二点半 我来到了路旁的一个饮食档口这里呢 先吃个午餐 那这个,呃,档口呢 它其实就是在一条河的旁边啦 然后就是这样坐在河的旁边这边 一边看那个河景 一边用餐啦 那这边还有几个这个,鞦韆 看,超有感觉的叻 那我今天的午餐呢 我点了一个,这个 呃,搭带 但是是比较大条的搭带啦 哇,看 这边的河景几漂亮啊 哇,好美啊,这边 对面那边哦 拿来做游戏哦 极美啊,那个地 然后这边,呃,沿路 然后,等下会骑的路段呢 就是沿着这条河一直在骑上去啦 那还有在骑到大概十公里呢 就是上波路啦 啊,其实刚刚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有点小邪波了啦 但是十公里过后的,呃,波路呢 就是真的是上山啦 啊,先吃饱饱再上山啦 我正在前晚对丹顿的这条山路呢 是经过这个煤亡的呃,呃,区域的 那前往这条山路呢 它有很多这个村庄 这个是其中一个小村庄啦 然后哦 哎,过边 哎呀,看着我 然后哦 在这条山路哦 可以看见很多那个,呃,大象的 应该不知道是不是保育中心啦 我觉得它有一点不像是保育中心啦 应该是做给游客啊 就是去起大象去看大象的地方啊 这这这这一个山路呢 有我刚刚已经是经过了有好几个了 这边的山路的风景很漂亮的 前面那一栋是一间cafe来的 然后它旁边的应该是在建这一些住宿啦 然后这个是刀田 这边还有一个亭子 很漂亮的这边的景 然后 这个是加工啦 这边太北哦 它的山哦 很多都是拿来种加工的 你看 这个刀田的景 啊 好喜欢哦 好漂亮哦 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我的眼睛哦 果然是来看这些山景的 然后等一下呢 就是要一路爬上去啦 那边就是我要爬的山路啦 这边的海拔呢 大概是430米 等一下爬到半山的时候呢 就会大概是1000米啦 这一段山路呢 就是千万对丹丹丹的其中一段上山路啦 它相比起邦拉带的山路来说呢 它并没有那么斜啦 但是呢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弯啦 你看 这个我已经不知道是叫什么chef啦 它下去的时候呢 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上去的话就还好啦 那我现在这边呢 呃 是 呃 连一半都还没有到啦 所以 还有很长的一段 上坡路要骑 现在是泰国时间下午3.9个字 那我终于骑到了半山这里啦 这里的海拔呢 大概是980米啦 然后现在 我在一个 呃 路旁的 一个饮食档口这里 吃个下午茶 然后点了一盘 这个 他们的靠睡 也就是 呃 他们的咖喱面啦 好 然后 这边呢 它的风景呢 其实是蛮漂亮的 给你们看一下 看 你看 蛮美的咧 已经是 是 半山啦 这里 现在是泰国时间下午4点半 那我刚刚在吃东西的地方那里呢 是买了一些干粮啦 因为今晚呢 是打算要野营啦 然后现在呢 是一路再骑着车 一路再物色看看 周边有没有适合 露营的地方啦 那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呢 呃 才去找营地吧 这边附近呢 是有几个营地啦 但是 应该都是需要付费的 这条呢 是前往昆旺的主要公路啦 然后跟你们讲哦 这边的景色哦 真的是超漂亮的咧 你们看 噔噔 还有那个山 还有这个稻田 我刚刚一路起过来的时候呢 它都是一些菜园啊 很美的 我在想着 可以不可以去问一下那些菜园 可以不可以收留 能够的话就睡菜园了今晚 我跟你们讲哦 我刚刚在大陆那边骑着骑到一半哦 我看到远处的稻田哦 有一群动物咧 我原本以为是 水牛来的 后来我仔细一看哦 发现原来是大象来的咧 然后 我就 又转 骑多了两公里 就特地来找这个大象了 结果还真的是给我找到了 这个呢 就是从远处看到的大象啦 然后那边呢 其实是有一些 呃 这个是 客人在参观啦 那我刚刚过去的时候呢 有一个人他 就问我要去哪里 然后 我就跟他说我要去对 但但是我是 看到大象特地转进来啦 然后他似乎好像不怎么欢迎我这样 嗯 感觉这个应该也是要付费的啦 所以是不能够自己这样随便过去看的 我能做到的呢 就是从这里远处这样子拍过去啦 那些在里面的一些客人呢 应该是付费进去参观的啦 这个是zoom的四倍 你看 有人在喷水 把大象下去 把大象下去 大象下去 大象下去玩水了 那些客人好像就只能在那边看罢了 都没有去跟大象有什么互动 现在是泰国时间傍晚六点钟 那我已经找到了我今晚扎营的地方啦 你们猜猜看这个是什么地方来的 这个是一个村庄的一间小学啦 就在这个小学的一个草地上面扎营啦 我刚刚骑车经过这里的时候呢 遇见这边有人在扎营 然后我就问他可以不可以在这边扎营啦 他们说他们是这边的一些做服务的 Volentia啦 然后他说我是不是今晚要找一个地方睡 我说是 然后就说就进来扎营吧 还是 这是我第一次在泰国的学校里面扎营耶 蛮特别的 那这边的海拔呢 应该是一千多以上啦 明天呢 还要再爬多一千多 就能到Duetanon的顶啦 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咯 我们下一个Vlog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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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